紅人榜本著挖掘更多小人物的故事 而舉辦問獎擂台賽 希望大家除了了解問獎的職業秘辛 還能獲得生活小常識 你通常都會脫掉到什麼樣子的車子 印象深刻應該就是燒炭的 然後還有死亡車禍 然後就是他的頭皮掉在我車上 會有很多突發狀況 家長進來然後他的可能嬰兒車還在外面 或者是反過來 那你要停嗎 跟站台聯絡嗎 對 不可以因為這樣為了他停嗎 再把門打開 不行 你一個人會影響到這麼多 因為你這一般影響了 他後面就會影響 連結車的路要注意什麼 旁邊那個氣流會旋轉 如果我們騎摩托車還是腳踏車的時候 最好不要跟在旁邊 如果你重心失去平衡的話 很容易被那個氣流捲進去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我們有一些火災的基本的方法 這很重要 一個口座叫三步 一個不要搭電梯 那第二個就是開門習慣會握那個手把 那有時候火太大 你可能握可能會燙傷 甚至會黏住 對 所以其實要用手背 然後第三個步就是 浴室的門是 都是那個梅裡的方法 塑膠 塑膠的 那不好 更感謝文獎們 百忙之中的熱情參與 帶來一雙雙雙精彩的演出 今天這個歌表現也不錯 有一種很不一樣的神秘 感覺 那個感覺就是很空靈很好 混獎擂台賽 我們下次見 嗨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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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嗨